其實葵清區當然是一個很特別的區 一個區議會的組成就是 民主派和保皇黨差不多一本半 所以他們拿了一億之後 什麼都不做 就不蓋地標 做了一些醫療車 提供牙醫服務給長者 現在先行先試 在葵清區說要搞一些新的事情 其實就是健康中心 就是預防教育支援 問題是什麼呢 人家已經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大部分葵清區的居民 就覺得沒有夜診很慘 葵清區有五十萬人 只有兩間政府診所提供夜診服務 要上班的看不到 你都完全聽不到地區的意見 沒有牙醫 你現在做這些事情 我不會反對 你是不對症下藥 醫生 死人的 是不是 就是我去看肺病 那你給別種藥 當然不會吃死我 但是我肺病醫不好 明白嗎 我在我做議員的時候 拉布 每一區都有一間牙醫診所 你說不行 一會又說沒有人手 很簡單 政府 是批地 是由這個 承規會 去批地 早發展社區的時候 叫你去批地 給社區有得用 尤其是醫療 把牙血都出 十九區 裡面 只有十三區有牙醫服務 那那陸區那些老人家的牙 誰弄啊 現在叫你搞多些夜診 搞多些這樣的事情 讓那些人看醫生方便些 你又說不是啊 現在我要搞預防啊 支援 你搞什麼啊 我再說一次 林鄭月娥是難辭其咎的 2007年開始做 做這個發展局局長 批地去發展的時候 現在講一下都十年 搞了這麼久 我想問你啊 你不要講其他事情 你什麼時候才每一區有牙醫服務 什麼時候才可以 令到葵清區 那些人看到夜診 你什麼時候做到 你不要跟我說這件事 這件事一定是批錢給你的 這個政府就是這樣 做什麼都是高高舉起 派錢都派得比別人的 講很久 政府做了事情 其實做不到的 喂 人家沒有醫生看 不是叫你教他怎樣去預防疾病 明不明啊 你問一下老人家 你教他預防疾病當然好啊 人家有病都看不到啊 看不到牙醫啊 你教他要保健牙齒 他們已經是結果來的了 好啦 不要過冷靜點 我現在有個痕子 有痰火痕子 你醫到我啊 好 有痕子 這輩子 你一個人 有痕子 是要處理個痕子 他就是一個痕子 兩個人 他最要是黃痹 有痕子